第九届金飞亚洲中学华语变入公开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A组第三赛的脚股循环赛 同时各场比赛的大会主席陈杰希 坐在我左边的分别是正把方的技术员接纪分员 郑如婷以及黄耀宏 欢迎大家 接下来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比赛的双方面手 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代表队 台湾高手女中 一边严智庭同学 二边陈嘉宁同学 三边陈天琪同学 四边蓝星同学 高手女中 欢迎大家 坐在我左边的是 反方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学而来的 五种适中心 我终于叫 一边欧阳汇婷同学 二边西洋汇同学 三边宁自由同学 四边吴嘉人同学 我欢迎你们 当然和之前三方 马上来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今天决定时代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分传比赛的大会评审 第一位 黄宇轩先生 他是理科大学 第二阵大法政策 超级连赛四强 接十大阵手 以及2015年 四级罚赛四强 第二位 刘国伟先生 他是美女同学 以及25位大方 参数学 第三位 陈佩文先生 他是金牌运发配 会不会的 玩体面 感谢各位 充分出席 参与本赛赛会 欢迎你们 好 相信大家 对比赛的程序 已经相当了解了 那我有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今天的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两三好汉应接受招安 反方 两三好汉 不应接受招安 我重复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两三好汉 应接受招安 反方 两三好汉 不应接受招安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有请正方 一边一步到讲台 您的闯入时间为 14分钟 接时将会 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取权 现在主席各位好 水浮传描述 108条 猴亥不满 坛广义 有被逼向 凉山起 一大反上腐坏的 朝廷抗生 希望的改正政治通气 从他们出手 成为山贼 不是体制外 抗争的理由来看 我们所要讨论的 就是在这样的 状态环境下 因为鼓励他们 折中接受招安 还是应该 拒绝参与坚持下去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即使接受招安的結局是兩山好漢們鳥進工廠 悲狀死亡 也不能論證不接受招安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經濟的歷史無法重來 我們不能單將結果論來判定他們一不應接受招安 在這樣的標準之下 我方教了一下三點論證命題 第一 就兩山好漢的訴求本身來看 目標是要打擊貪腐勢力而非對抗防權秩序 用體制外的手段達成目的後 終究應該接受招安 回歸體制 所謂官兵民反 理想梁山 反的社會中的貪力 仗權欺壓 處處剥削百姓 但是當打擊不公不義的目標有機會大聲時 他們就沒有理由再繼續抗爭 況且兩山好漢其實是一群無可之重 也許彼此中一相挺 卻沒有中心思想 也不具有革命價值 更不是想要推翻皇權建立 更不想特朗普的建立新政權 歷史上的法國大革命 展現任何可望打破封建階級 以及對於自由平等不外的追求 美國獨立戰爭 代表殖民地托利母國統治建立民主自由體制的價值 這些衝撞體制的行動 我們當然不會鼓勵他們輕易妥協 因為回歸體制沒有意義也違背初衷 兩人 兩山好漢即使不滿貪官污吏而推翻政府 也沒有能力建立起一個有實力且穩定的政權基礎 還跟遠先親民的政治理想相互衝突 此時不接受招安 不合理也不應該 第二 兩山好漢各有所致 淪落山賊 行非得意 在缺乏穩定發展基礎之下 接受招安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108挑戰當中 有一番是宋江以招安為右影才加入 主力五虎八標籍大部分的馬戰統領也都是想將 比起當山賊對抗政府 他們其實更希望能重新回到百道上 畢竟如果可以好好當官 誰想要流落街頭 要知道 兩山上幾萬人的食衣住行 如果不怕偷懷搶遍 最終只能坐視山空 兩山好漢在精神上沒有統一切凝聚的中心信仰 在物質上又沒有充足的物資食糧 人怎麼可能單品一起活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上外者看見體制外的抗爭 願意傾聽反對聲音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 就是掌握了最好的籌碼 可以形成善自己的理想 傾向前線改變官徒作為專政政治風氣 兩山好漢當然應該接受招安 第三 兩山好漢對內對外都不得民心 在當時北宋繁榮互助的經濟基礎下 魯莽的衝撞體制反而是影響人生破壞秩序 接受招安才能停止傷害 北宋的經濟繁盛富饒 皇帝雖然無能卻無婚庸 天下雖然不平卻不到混亂 百姓心中或許有不平也還是安於現狀 在這樣的環境下 兩山好漢打著中均反貪的名號 對百姓生活的安穩卻沒有任何幫助 百姓當然不願意支持 不想跟著他們一起衝 而在背離民心之所向的結果 自動勢必得走向滅亡 直以體制外的方式向政府抗爭 帶來的社會動亂都會影響民生經濟 造成很很大的社會成分 因此接受招安對於兩山好漢 或整體社會都是最好的停存點 從古至今 任何時代背景下都必然有人 對現實感到不滿 渴望改變制度底下的熟漏不敗 以前是兩山好漢 現在是台灣的太陽花學運 香港的雨傘革命 不要忘了沒有新的自帶思想 和崇高信仰的前提下 這些事件的發生 終究只是為了能夠 與當前者坐下來好好談談 當政上位者願意聽取意見 與考改變 懂得思考而治 才能創造最大價值 做上手術兩山好漢 應該接受招安 謝謝各位 謝謝這段影片 請您如故 請考到二位上台咨詢 時間為兩分鐘 請問一下當時 那草水是腐敗 存在一個腐敗的情況下嗎 草水沒有很多貪官 有很多貪官 所以假如是一個腐敗的狀況 我幫請教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水浦站是因為討厭貪官 所以他們討厭貪官 所以他們討厭貪官 我們只要告訴你們 那時候因為 朝廷像人類的坦官 他們去 他們去 就好像去 搶劫人民的財富等等 所以這行為是不對的 對嗎 對 所以是對人民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沒提醒 貪官 不對的 我剛的歷史 我剛讀這本書 都告訴我們說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 雖然朝廷裡面有貪官 可是人民百姓的經濟 還是非常繁榮 還是非常繁榮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對這些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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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他們會去 搶劫人民 他們的財富等等 所以 那些人民 他們的生活 是非常好 對 今天朝廷有貪官 不代表人民 不代表人民 那時候 在這種時候 梁少豪他們出來 這樣 抗爭這些貪官的時候 人民 會不會 你覺得他們是 綁住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 我林荒間 讀歷史的首領 應該水浦站有在告訴你 其實現在的朝廷 他們朝廷沒有貪官 他們討厭被探望的時候 其實百姓還是安居漏夜 在百姓安居漏夜的情況下 他們其實不會想要去破壞 他們原本的安穩 會想要破壞呢 是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自己本身 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一件 最後一件 對 對 對 我幫主張 我們是破壞 來 你來 請問六歲嗎 對啊 水浦專 剛剛那為什麼我房間看到的事情 是百姓安居漏夜 不想要去破壞 這是怎麼去想 不能只用故事 他們不只用故事 他們不只用故事 所以我們要理解 所以今天呢 我們看到朝廷是一個主菜 就抵抗的情況下的時候 當梁小孩出來 幫人民解決這一題 問題的時候 人民會覺得說 欸 林荒還現在有在聽 我方在跟你說 現在人民 林荒告訴我說 我們有開關 可是不代表人民 他們就拿去 謝謝 謝謝反方二變 接下來 有請廣播一篇聲論 時間為四分鐘 其實這樣會與你太可怕 也幫我開始計算 有請 謝謝主席 今天我方立場為娘說好 和婚姻接受招安 根據現在漢女之間 招安的意思是 最正史規復 在水里傳領 招安的意思是 婚事女朝廷 宋朝末年朝廷不敗 其中有些官員的人民 應遭受奸誠所害 只好上梁山 這些人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兩身好漢 他們是為人民替天行道 死犯貪官不反皇帝 反而不反皇帝 指的並非效忠於皇帝 而是沒有謀朝篡位的意圖 兩者不盡相同 我方正以兩個角度 來探討今天的遍體 其一 從價值層面而言 梁山好漢若接受招安 將呼呼人民 對他們的期望 且等於放棄起反 他是一支主導權 而不接受招安 不僅更能夠容易達成目標 也能夠成為 這種朝廷的在野勢力 打擊苦白 梁山好漢之所以 被稱之為好漢 因為他們是一群勇敢 反抗貪官物力的在野組織 是人民飽受貪官物力壓迫 或或所能夠把握的一支希望 接受招安 意味著他們能轉對朝廷賣命 這不僅辜負人民 對他們反抗貪官的期望 而會失去其作為 在野的在野組織 之主導的優勢 他們需親命於皇帝 受制於凡門苦劫 甚至像自大天成驅首 提前提到也會變得有心努力 現實中 若我國一向主張 爭取公平選舉的競選能加盟 执政黨為其效力 不僅會讓大馬國民眾失望 其行動也將不再保有獨立性 而需符合执政黨的利益 人民要能失去 能夠引領群眾 爭取公平選舉的精神領袖 反之良三好漢 肉不能的肉 而不接受到胺 便能夠繼續為人民 與貪圖政權作對 這種憑藉不能離歸 不能去的精神 非常具有啟發性 良三好漢雖可能暫時 但我們不能單以 成敗和英雄 因為良三七天頂到的精神 將永遠留存 影響後人 就如秦朝熟悉 成勝無妨蓋領農民起義 向秦朝暴政宣戰 雖然被秦兵曹灭 但其精神啟發後人 乃至流氓降雨 推翻秦朝建立漢朝 司馬遷也說 陳舍遂已死 其所至於後王家 降進王秦 由射手誓言 我方主張良三好漢雙接受招案 是因為兩接受招案 將當於放棄其 組織制度的 不利性與獨島優勢 不能貫徹其法貪理念 不服人民的移民期盼 反之堅決不受招案 即使一身若為曹厚 但理念貫徹始終 不屈服於貪腐政權的精神 將勇士為後人所效仿承送 其二 從客觀形式分析而言 良三好漢雙接受招案 乃應當時 政治信用禮季度不敗 接受招案 相當於宋揚入口 得不強施 以及良三好漢本身 甚至被給予金額的局限性 社會中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 重新階層 而良三好漢更是四大堅層 心中會處於後壞的威脅 而偷接受招案 代表良三組織解體 為朝廷所用 這是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 自然天成勢必處心基礎 要處去良三好漢 再者良三好漢大致上可分為三種人 一遭奸殿所害被逼上兩三次被 文林聰、宋江、武松等 接受招案 代表他們必須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奸臣 忍氣突生 這叫他們情何禮談 二因兩三利益而被逼上兩三次被 其中有股聚地、珠銅、乖聖等 他們輕易地陷入突局 更是容易陷入奸臣們的奸基 管不勝防 三、商家階級及偷襲摸狗 律領大老之輩 其中有孫的娘、朱貴、王英、張衡等 他們深信不受拘束 官職和責任的限制 對他們是負擔 因此不施而接受招案 由此可見 接受招案對良三好漢而言 是頌陽入谷補的不明資取 放盡良三替天平道次大業 大衛朝廷、春君、建成之英權 實在有為良三組織利益 對活於人民大眾之福祉 所謂良情則目而期、賢成得群而視 與其為了盤盤與眾接受招案 不如在羊三干一番公共業內法庭大業 中山叔叔我方堅決認為 羊三好漢不應接受招案 謝謝 謝謝法康醫院 請站方上臺下台諮詢 謝謝各位兩者聽懂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週刊別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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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over 你有責款 請問 楊三好漢就 boom 因為他們代表敗人民去adora 所以您幫派出是只要有貪官 您幫就要求,您幫就支持大家去革命是吧 為什麼有貪官的時候,有不在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放起來 所以我們才看到,都沒有派出就是只要有貪官,他們就鼓勵大家一定要去革命 好,再來都沒有我幫問,您幫希望要上好革命 那些書裡面有沒有寫到,他們有一個中心思想是想要建國的 書裡面有寫到,就是他們要革命 他們有說到他們有中心思想,他們有寫在哪裡,他是怎麼寫的 那時候宋教他們在排名作詞的時候,他們把舉一庭換成中一庭 中一庭跟革命有什麼關係? 旁邊有一個起義,他吃一天,然後,然後,好,謝謝 所以宋教立場是在說宋教立場,宋教立場是中君愛溝,你們要怎麼說他要革命? 我今天吃一些是梁山好漢的,是一些意望,如果這是宋教,為什麼梁山好漢? 讓他們真的提一下他旁邊 這個其實代表他們有中心思想要革命 對嗎?那我已經解釋了三天,他們裡面有幾天,什麼辦法開關 那我幫你問,您幫說那些人民對他們有期望,您幫是怎麼論證說人民期望他們革命? 這個我幫他解釋一下,今天我們在人民心中有這個,是不是想知道惡元對立嗎?對不對 那今天,從這麼惡元對立,就是講今天,我知道 好,那之後你們有知道說人民是期待他們要去革命的嗎? 對,我現在要解釋這方,是今天我們在人民的眼中看來,這個朝廷四極度腐敗的情況下,他危害到這個人民的時候 好,我們要理解說,假如他們革命成功之後,他們要怎麼更好解決探觀的問題? 對,你幫我解釋這方,他更能解決探觀的問題 對,你今天接受這案,就像我剛剛也說,你今天接受這案的話,你就是放棄你的主導出力 那你幫我解釋,謝謝,謝謝,謝謝 接下來,有請正方到邊博,結尾三分鐘,繼續將會一邊做外國開始,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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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替天形象時他不應該招待 我們就等他沒有第一個論點來討論好了 今天剛才有跟我方討論 宋朝這個朝廷不補白 我想請問一下哪一個朝代不補白 哪一個朝代沒有貪官 如果對方沒有你只是認為說他有貪官 所以不一定接受招待 我方不認為是這樣 反觀你要看宋朝的現實 宋朝什麼 繁榮複數的這個朝代 人民很少有奇蹟 他是中國史上唯一沒有全國農民奇蹟的朝代 他是人名字安居樂園的 更何況對方沒有贏今天也在深入港座提到 今天一百八條好汗分為三種人決定當山 這三種人沒有一個人是因為今天生活困苦過不好而上山的 全國是官兵民法而上山的 所以其實對方沒有論證我方今天梁山好好的目標不成立 對方沒有今天跟我方談的 這個為了義氣所以說梁山好還不贏招案 對方沒有我方想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評價梁山好他們之所以稱為他好汗 絕對不是說他們真的多麼有作為 而是對他們的勇敢而評價 但是今天勇敢不能當辦 今天勇敢也不能整建立一個政權 更何況他們今天的目標也不是要成立政權 寗方沒有認證說他今天不招案的時候 他的產生結果會比較好 寗方也沒有告訴我說他今天不招案的時候 他會比較解決這種參觀不疑的行為 再來對方沒有我方今天看為什麼接受招案 他身高今天我們說今天他 他反而是一個降低勞民身材 降低這個組織損材活動 他是一個妥協 他是一個停在一個最好的停損點這個活動 為什麼 因為今天梁山好他既沒有 又沒有組織性 他們一群人一百零大條帶他們家圈 帶著他小孩帶著他小樓後 一群人住在梁山上 他們沒有生產能力 他們最終的結果就是二層在身上 這個沒有地方還重 所以我突然想 今天他一百零大條好像住在山下 然後沒有東西吃 他最大的良心來源是什麼 他就是搶山下人民的 有錢的搶多一點 沒錢的搶一點 這方面有林芳這樣沒有辦法做 但是更好看更顯示 他今天不得民心這一點 今天人民要被這些三賊所擾 我們說三賊三賊 那其實不是這樣的 今天故事的倒後頭 大陸中江是怎麼樣 代理梁山好他們決定 他們是有經過投票 經過討論 三分之的人決定要下山 各方的組織組成 部分人是想像 他們是抱持著忠君愛國的心理 即便今天他認輪 就算就算眾好 苦敗到你贏 引不不起阿倫 不能敗就好 他們還是抱持著 如果我可以報效國家那就好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之後去打方 即便到方他不好還是去打雲 就是因為他們是有裝備跟小人 謝謝 謝謝反方二邊 請進入路 請正方一代上台諮詢 謝謝兩位 不好意思 我先確認幾樣的項目 好 你看明方聽說 明方發現他沒達到的目標 所以應該接受 正方說他們達到的目標 那所謂的目標是達到的目標 我認為國方認為他剛沒有什麼太大 沒有目標阿 沒有目標阿 沒有目標 明方告訴我說明方是 明方答到的目標是誰要接受的 好,那我想问你,提包告诉我第二个问题 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接收招案,是不是这样? 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接收招案,是这个团体接收招案很好 三分之二的人认为想要接收招案 三分之二的人,这数据大约是什么?最方便 但是他心里面说他们宋江在九分的时候 就有武达和李慧,他们这两个都在坚决的情况下 还有当宋江在他们庆公宴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 他想要他告诉大家说今天我希望要招案的时候 导致大家不欢而善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二分之三的时候 不欢而善是他跟李慧不欢之三 不欢而善是到最后所有人都一起做 不是不是,不要不要分两点跟你讨论 今天鲁智神跟李慧他们自己的个人意见 不代表对于这个团体最好是变了 对对对,我还告诉你这是鲁智神的李慧 导致大家不欢而善的情况怎么解释 你跟一两个人吵架,当然鲁智神的气氛 当然鲁智神的气氛当然不欢而善的 但是刚才有今天,但是今天我方 不是,你刚才有什么东西 今天李慧他们的意见 个人意见不代表是对于梁山好汉最好的意见 再刚才有今天宋江他是 个人的意见就对于梁山好汉的 那刚才你帮当那时现在来讨论好汉 我方认不认同的今天梁山好汉里面也有能够做生意 能够... 那他有个女生意吗? 他有吗? 12娘就是一个能够做生意的 你说你和他开一个饭馆 然后养活一百一百 他上面十万块 对不起,我方想到是很好的 是今天他们有各种文财 他们能够做任何人 对,但是他们充其的就是单子 他们不是什么太大人感 谢谢,结束了 谢谢方法的旁边 下来请多讯方法二面部 只结为三分钟 减加倍一百五百公司的计算 有请 好,谢谢主席 今天刚才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有三分之二的人想要上两个 想要做两个告诉大家 今天我不能以人数来判断 今天多人想要上伞 我们应该上伞 我们应该看一下上伞 我们接受早安这个做法 当然是正确的 今天多人想要我们应该这样做 你刚才说我说 今天我不能判断两个人的意见 来看整个局势 那今天我们能只看到三个几个人想要结束 我们应该接受早安 不是这样的 再来看没有见错 我们今天如果不接受早安 我们会在量子上缺乏量子 可是如果要请问大家 并且我们在量子上 量子上好像里面一百零八个人 他们当中武松会打虎 然后软世兄弟们 他们会捕鱼 还有他们有的是头脑 他们有的是武力 他们会捕虫圈 还有那孙儿娘会捕虹 这种要说 因为他是三贼 所以不管他的才能太好 他永远只能做饭 他不能太饭 他不能太饭 如果大家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量子好玩上面 活动的这些东西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寻找量子 我们可以去找办法解决 比如你告诉我 进朝廷 进朝廷我就不会饿死 请问现在湿上那么大 只有朝廷里面有食物 你不会下山去找食物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可能你去种刀 种菜还是去捕鱼 可是今天朝廷里面不是你缺乏 进朝廷有量 不能从与你上量子 不能从与你接受打的其中一个理由 但像在湿上有跟他讲说 湿上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量子好玩的目标是打击 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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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回归朝廷 所以这样请问湿上 今天量子好玩 我们本来就没有说 我今天要当兵 然后回归来干嘛呢 我本来就想要当兵 本来就没有当兵 这本来就是我原本的目标 对不对 然后你告诉我说 今天量子好玩 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更好的组织 还是什么的 但是想请问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组织 量子好玩 那么多人 大家各有所长 我们在这里发挥我们的 我们发挥我们的 我们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们去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反弹 不一定要进草 不一定要进草庭 才能做得到 对不对 像你们说 有时候要不是今天 量子好玩 各有所致 要知道他们所致在哪里 他们会捕鱼 会经商 会打火 他们有 就假如我们说有文武装权 然后进草庭就会去打仗 今天他们本来 他们的长座 全部 他们的长座本来就是 全部都会打仗 然后你告诉我 今天进草庭我能发挥我 各有所致吗 所以我 我方不明白是这一点 想要请状庚 我待会儿就讲庭交代一下 谢谢 谢谢 请您留意 请正方一边上台咨询 最后两分钟 县主席 张佑你好 你好 张佑我们可以看到 您一方间告诉我说 因为人民对他们这两次 他有期望 所以你当然 还不应该知道其他原因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确定 所以你看 如果有人没有想 那我方问一下 明方告诉我说 因为人民觉得应该 他不要招 所以明方就觉得不要 那为什么今天 两三好和人想要招 明方又告诉我说 我们不可以看 多人决定 明方可以解释一下 我们本来是多媒体 他多人决定 你知道 那我明方告诉我说 因为很多人都期望 他可以不接受 不是 不是 今天就是说 我们今天又说 很多人的期望 而是今天 今天人民一样的期望 就是反台湾 这也就是 对 对 明方不是在告诉我 我们进了潮水 我们要听听女间 明方会告诉我 很多人都期望 你不要进去 的时候 明方却告诉我 但是上面很多人 却明方不觉得不行 不是很多人 希望你不要进去 而是很多人 希望说 你能帮我们反台湾 对 我就是在问明方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期望 他们想要照安的时候 明方觉得不行吧 是人民 很多人民期望 你不要照安 所以明方就觉得可以 是这样 明方有今天 我们并没有说 人民期望 我不照安啊 他说明方不是一遍 搞爱告诉大家说 人民期望 人民对他有所 人民对他有所 希望不代表人民 希望他不要接受照安 好 没关系 那边我方问下一个人 那边有明方 我们相当都读过 神主传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现在这些 我看到他们也聊 他们目前的 就他们还没接受 那些工作是在 当山賊 在抢 抢官民 或者是抢一些 比较人民 你都知道吗 知道知道 好 然后明方告诉我一下 像他今天是立志 想要当山賊 是对不对 然后没有 那请问你告诉我 明方刚才讲 那么洋洋洒洒 那么多工具 那他为什么不要做法 就兼职这个山賊 那没有当时 情方阻逼他们 如果情方又觉得 谁想当山賊呢 那明方又刚好 在守护官的立场 当然明方告诉我 他要把一大堆工具 明方又告诉我 他现在前置躲避 不能只能当山賊 明方怎么看 谢谢 谢谢正方的 下来 有请正方三件 博入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将给你开口快 然后开始介绍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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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今天就会没有力尝试 只要各桥带有看官 他们就鼓励他们革命 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合流标准吗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时代有人会有人不满 每个时代有人会有看官 那不代表这些人民必须要革命 就好像宋代 就好像难受的时候 朝廷里面有奸秤有勤快 但是越非法是为朝廷报效国家 为他们打外话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有看到这个事情 不构成他们应该要革命的理由 再我们看他们所担心 他们要怎么革命 好了 我们看那些两散行 他们内部 我们已经说他们有半分正的人支持 是招案的 有很多五谷发表里面 还有几个都是想要 他们都想要回到朝廷 他们其实心里还是忠君爱国 他们只是讨厌那些高求财经同贯 那些贪官而已 他们其实还是喜欢宋朝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没有担心 他们招案之后会不还而上 可是那五谷也配合一配 所以他们不招要革命 也会不还不还而上 为什么 因为里面招案派人太多 宋江想要招案 然后 然后 秦宁、关圣、吴彦卓、董萍 所有人都想要招案的时候 在对方没有立场下 不是更快不还而上吗 对方没有又说 人民支持他们要去革命 可是在刚刚对方没有说 不能用有谁支持 或是多少人想要的事 人民支持这个已经不存在 就算我们看书名的内容好了 书名的内容是那些山贼 他们没有能力自己重活 不能当农民 他们只好当山贼去抢人的时候 他们已经抢到 没有人想要经过山脚 是要让他们抢的 而且 更何况 今天宋朝这个什么时代 是个对外贸易发 还是个反而复出的时代 元宵解咯 人们还有贤情 一直可以张针结彩 安逸过生活 人民幻想他们的革命 在他们生活还过得下去的时候 他们会希望这个国家 再有转道去破坏他们平稳的生活吗 并不会的 并不会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 如果 我们就要看 双方结果要怎么比较 这方面我们说他们要革命 革命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就算首先他们很难成功 看我刚前面讲的 他们那些资源不足 人民也没有什么支持很难成功 就算真的运气好成功 会有什么结果 他们可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他们不过是一群三贼 他们要怎么建立起五百官 他们要怎么支撑起宋朝 这么大一个疆域的国家 他们顶多建立起一个军阀混乱 一直不断争权的国家 带来的不是更多的混乱吗 带来的不是人民 生活更带来的不安吗 反观我们 他们招案之后 一开始他们上两山 就是被贪官逼上两山 他们的目的常常就不是要扫除 所有他们的目的 而是他们是为了自保 如果他们这时候不去山上 他们只会被 他们只会在朝廷被抗为反贼 被处死刑 他们只是想要报仇 他们只是想要回家 太多的人他们都不是 他们只是想要可以开放得过生活 所以他们如果招案的话 他们可以透过招案这个筹码 去跟朝廷谈条件说 这群判官你要隔职我才愿意招案 然后跟崇林解释说 我们也是被他们陷害才会上两山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通常表属在他们革命的标准 实在是太过偏激 热桃交友他们都要求他们要革命 再来认识香港他们革命的过程也不一定会成功 就算成功他们的结果 也不会比加安之后的结果来得好 因此我方认为他们不应该 他们应该要接受加安的支持 谢谢 谢谢主席 请问对方 对 你是不是认为说 今天很多人想要 很多人想要接受 找到谁应该接受 我方说照明方的邏輯来看 因为你方前面说很多人支持他 可是我方要告诉你 那现在他们很多人也想要招来 对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是今天人民对这个草 人民对这个两者好像有所期望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应该公布他们的期望 OK 对方告诉我 可是照明方没有说出 人民哪里都会有期望 我方认识的时候再解释一下 好 那方前请问你刚才你告诉我 今天你刚才是炒过怎样建立起更好的国家 就是它的结果不会比照安来的 对方你今天赞同间 这些梁三好汉 是只反他们不反皇帝吗 是啊 对 所以今天你赞同间不反皇帝 就是没有要谋取他的权威的意思吗 就没有要做皇帝 对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梁三好汉 他只是反他们 没有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所以他就不成立 所以他不成立 对方想要革命这件事情 不成立 对方想请问你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今天不可以因为有贪官 我们就要 对 我想请问夏天 如果贪官他危害到人民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也要放在贪官下面吗 你们要比较 他危害到人民 跟他革命之后造成的战乱 哪一个更严重 而很显然在北宋这个朝代 他是他的生活还过的时候 最后我们要看长远来看 什么长远 你们要再解释 对 今天我们要看长远来看 对方说我们在这个起义的时候 我会伤害到很多人 所以不应该是 但是我先想告诉对方 你应该要长远来看 因为你如果除掉贪官的话 人民以后的生活更加能够安定 所以我们先去看 对方说 你刚才先提个战 他本来付出安稳的生活就没了 他怎么样过得更好 他甚至可能因为战乱指教 他怎么过得更好 对方我想问一下 对方说你在从前贪官的存在 让人民的社同和并不满 但是不会比革命断定 谢谢广播一遍 最后有请广播三遍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这样已经太不败 我开始去选有请 好 现在我们是要 刚才这个革命的话题 对方问我 今天有谈话 是否就一定要革命 那我不仅想要问对方说 今天有个谈话 他在欺压百姓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要冷气吞吞 是不是我们就要意味的让他们 是不是只要今天 有人要拨夺我们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不出身 选择让他们继续欺负我们呢 对方给我们开出一个岳飞的例子 对方说 今天有贪官 或他依然效忠皇帝 对我方说 今天岳飞确实可以这么做 今天我们两个三好汉 确实也可以效忠皇帝 可是他们不应该 接受 因为听到朝廷里面 他就是被监生所控制 因为皇帝有平行监生情况之下 所以如果你继续效忠 继续效忠 这种就是一种于众的体现 对方也说我们 对方也说 革命 对方说 革命一定会比贪官 刚才对方最后一句有稍微提示 说 今天虽然过得很难 不过革命更难 可是我方想说 今天人命 他们被欺压的这么惨的时候 你告诉我 今天我通过一次 就一次的革命 我把贪官给除掉来 我换来的是以后的暗命 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让我来看看今天 对方提出的架构 对方第一点告诉我们说 梁山好像达成了目的 所以人家要接受找来 这时候我们对方 已经达成是一个什么目的 对方又交代不出来 对方说 我们算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准致 好 那我就当这个目的是 为了要把贪官 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今天 在那个朝代里面 依然是 贪官欺压着百姓 甚至贪官他们影响力 大多可以控制整个开封国民 控制着那个法律 就好像林聪被高丘 因为他控制着开封国民 把他打黑去苍州 帮打一百架 这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势力 去欺压百姓 还有就是 当宋维宗他喜欢玩花石嘛 所以他喜欢玩花石的时候 那些贪官 就为了要满足宋维宗 他就选择去抢百姓的这个花石给他们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有其一群团的方纳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抢了百姓这个花石 导致很多百姓他们因此而面临破产的问题 对方这时候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百姓是安居乐业 这不仅让我想到 对方 我们看的是同一本书文章 对方 对方还 呃 对方告诉我们说 今天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想要接受脚 接受脚 那这论据来源在哪里 如果没有提出论据来源的话 那请不要空口出来的话 这一点其实不能成立的 我刚想到大家说 在庆宫宴的时候 就因为宋江提出这段话 我要接受着 大家就搞得复还和善 宋江还问大家 今天谁要站在我旁地上 站在我这里的立场的时候 导致大家很长 导致复还和善的情况 ід放秀 电脑 通知 撒chts 宋江提出 会 All the Bay 这里有分投量 我们等一下再进看 没关系先讨论一下问题 freud 请 veya 李 他说 宋潮是中国历史上 людей 没有包裹 爆發過全國性農民期的大型網站 好 對面有差的錄據來源是哪一台有沒有 太厚了太厚了 網站是什麼 有點硬不清楚應該是時事評論 時事評論有全微網站有沒有 新聞來源好沒關係 新聞是什麼台的新聞 法律公監 好 這一點沒關係 我們平常的第10週年也是這樣講到 沒有關係 平常沒有請問一下 平方認為今天是梁山好漢的起義 或者說那個反叛 最終反叛 反叛 那請問一下 比如說他是想要解決他們的參觀請問 是 好那請問一下他今天一直在那邊打打沙沙 他怎麼解決 他不是在打打沙沙 他打的都不是漸層 所以平方是認為說 他打的就是漸層 好沒關係 平方是認為他今天要把漸層全部打完 才有機會去解決問題這樣 他是應該要把漸層打完 他是應該要讓漸層醒 喔你說打一打他就醒悟了這樣嗎 不是 他就要一個簡單讓他們有做醒悟 所以說平方認為他今天是會 好那請教訓 教訓好 那請問一下他打到什麼打完 打到什麼打完 打到什麼打完 對 對 所以好謝謝 所以剛剛你剛剛認為今天他解決貪官 物力是透過打打沙 把那些全部殺掉對不對 不是 你不知道什麼態度 不然就是 阿不然就是 他們確實去攻 攻擊就是打打沙 或是你要是左手把力 對不對 對 好謝謝 所以剛剛沒有今天有發現 你今天沒辦法太 沒辦法揍寫的 那個問題他沒有辦法解決 對不對 什麼就是都沒有解決 你剛剛只是想把他打到 可是如果殺出去玩的話 你媽都不招 好 一個朝廷裡面 哈佛們會一定麻煩 我會一定盲在於 建成過把建成歌出 謝謝吧 先接住 謝謝正方二變 在進度短命特列自由佔入以前 下月將是兩顆中的教練 面試第一時間 在此特別提醒雙方教練 在教練提示火節時 請不要把熱騰米激或証條 教練變成了教練團子 此等自己評價提示 有請雙方教練 記者開始 請 報告先解釋 只要都沒得問問 我們告訴大家 當這些兩三國在三中聚集討論 說有三分之人都如果應該接受章案 再來請問報告 我剛剛告訴你的時候 接受章案之後能夠談條件 你剛剛告訴我們說革命更好 你發現有沒有比較請你方論正寫 對方 其實只是告訴我們 這是指的是歷史 而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水果狀 裡面的雜物 對方便有是當時宋家就以 他們未來會招案去追逐這些人 跟他一起上良善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文武百官都想要回去 對方便我剛剛問你呢 今天如果體制內就可以達到 鼓舞人心 可以達到七天心道 敵方是不是可以接受他招案呢 這時候對方便有告訴我們 我們之前革命的時候 我們今天我們接受章案 會前瞎太平革命之後會引伐 然後今天我們看到所有 接受章案之後他們去平防 來平潛舞 這時候也看到所有前瞎太平 他已經在哪裡 對方便有 我剛剛再問你一次喔 如果他在體制內就可以 鼓舞人心 也可以提前行道 你剛剛接不接受他招案呢 對方則是指向毛多 你開始告訴我們說 今天百姓安全樂業 不需要犯 現在你又告訴我說 今天體制內可以嗎 所以這位朋友只是假設 問你第三天 如果今天體制內能夠 提前行道我也能反而 那你剛剛接受他 體制內改革嗎 你給我解釋 如果提前警告在體制內 請問各位朋友 在韓國貪官還會除說 你就是進入草庭中 請問這種情況下 你不是說羊顧無火嗎 什麼叫獸羊顧無火 對方就有地方怎麼 你能確定說他今天進入草庭中 一定是會 直接會被招案 兩人都沒有辦法 跟著這件事情 今天我方已經告訴對方說 今天這個 趁機天空來看的話 到時候甚至 耳上只有草庭不辦 然後在這間 可能有很大的權位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兩岸好了 今天做這岸的時候 會更難打到他的目的 也就是反彈關 因爲什麼娘的比較強 他不應該接受招案 對方被偶還是沒有比較出來 他革命之後 怎麼樣會有更好的結果 你方只是說 他這樣之後 有可能會被陷害 可是革命之後 有可能死傷更多 你方沒有比較 對方被偶 革命死傷 一起來不斷 他買的是以後的安靈 這為什麼不好 說到這個我方又生氣 你方從頭到尾 沒有論證 他必然帶來安平的論 所以說我方認為 這些人只打了幾天下 是不了天下 對方被偶 我革命 我至少可以換來一線正經 可是如果你不革命 你繼續委屈 你自己去他們之下的時候 這時候是不是換了一個更糟糕的結果 什麼叫做隔壁可以換 所以換來一線 就是他今天一百一八個 直接在那邊做吃空 他還是本事的而已 他都沒有 對方一直在扣我公告子 說今天兩天好像就是在那邊 亂吃到 今天我想告訴對方 兩人是在討伴 他們雖然是挑戰 他們有他們的理念 他們就是去反貪官 為人民反貪官的情況下 不是大家知道 是的都沒有 談到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理念只是 臨重想要向高求復 他們從來就不是要推翻這個送場 所以對方告訴我們 他也是有一個 不必要是打擊方法 現在對方你又告訴我們 不是 就請對方 好嗎 那對方沒有 在平方等一下再論證 告訴我方的如何 對方我方問你方標準 今天在平方世界下 只要有參觀就不該招案 平方世界哪怕有沒有一個例子 告訴我他應該招案的名字 一方我已經解釋了 為什麼今天我們有參觀的時候 我們要國文 為什麼我們這個談論時候要改 因為今天這個談論 還導致到我們人民生活 水生活認同 我們就應該要站起來 而不是像惡事例低頭 然後對方叫我們比較 所以我已經比較出來了 今天我們告訴你說 接受招案你會更難 打到你的理念 所以兩次比較 你不應該去招案 不對 您方沒有聽懂我剛剛問你喔 我剛剛問 在您方內場之下 哪怕有沒有一個例子 是您方可以接受他招案的 那這樣很奇怪 我們您剛剛就幫您說 是他們的 中央黨是被逼這樣 是被堂皇被招案 這樣堂皇還在裡面 你叫我進去 那同時那些堂皇還被 再一次把我逼下朝廷嗎 所以對方便我們很顯然 今天您都完全不認同招案的請問 但是今天招案是 他只是一個招案的數碼 他只是一個招案的數碼 照片我您方知道嗎 意識上也有很多招案的請問 他的結果是成功 您告訴我們他 他已經成功了 對方便我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在那個被頂子 他是招案是一個不好的 結果我們就說 招案本質是好的 是在那個被頂子他還是不好的 照片我您方今天怎麼告訴我 我說他被頂子不好 今天去招條件 他可能就可以告訴我 照片我問您方 您方告訴我說 有參觀就要革命 告訴我們首先我們接觸傳出一種 什麼報告下國家 重招案如果的表現 請問今天他 建設那邊還在朝廷的時候 我發到什麼重呢 重在哪裡 所以看到了沒有 今天的方便 並沒有在問證說 梁山好和不應該招案 他只是衝心要告訴我 有參觀就不要招案 剛剛沒有事件下 沒有一個事情可以招案的 就是被我方告訴你 說不應該招案 就是我方希望你不要招案 之後把梁山好和送梁霧入口 對方沒有什麼 楊公跑路 我方用兩點分證說 兩難啊應該抓一間 十分被停而已 第二這個土址 照片我完全沒有幫我幫他 你方你有沒有在做比較 因為當時你幾分就做了 一個老虎還在咬我 好像很高 現在你告訴我們要跑回上去 讓人家有老虎咬我嘛 所以我沒有 你方就沒有認真成功 反正他去招案裡面 還可以像 還可以報仇那些 現在不能參觀 反光你方革命 他沒有怎麼做 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真成功 他媽媽你一方 你也沒有告訴我說 你方家這個招案 你們要怎麼報仇啊 所以我方已經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通過 各種招案 我們可以攻打他們 承受的方式 對方沒有怎麼說 楊鹿湖口呢 他今天就是一個律令三者 他喜歡的是一盒大大殺殺 所以說他今天送一天 就選擇草兵齒 他去招案 他可能還贈得 他的心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總結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貪官還在裡面 我們進去 他就等於是送楊鹿湖口 對方沒有了 他那個說 你有 之前沒有革命 就不應該革命啊 很奇怪啊 又喊楊鹿湖口 對方沒有你方知道嗎 如果你方認為 今天律令三者他們 很有實力的話 他們這些東西 就不叫楊鹿湖口 如果他們很有能力 打殺殺的話 他們也可以在裡面去 行之 起之內的來 可是有能力又怎樣看 我們看到喔 在那個古代的背景 他那個關鍵是更重要的 這時候呢 咬一下 是他變成掌或高級的 請問你要如何去反啊 謝謝對方沒有 又說今天108甲派 沒有能力 對方沒有一下說有 請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 對方沒有 他確實是有能力 可是他進到裡面的時候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並是沒有關鍵的 並沒有關鍵 是那些階層有關鍵 關鍵是什麼 關鍵 有關鍵的人 就比較有 那個 權力啊 我還是到今天 朱惟人當不少 小兵他才去當皇帝 對方沒有 我今天小兵還是很有能力的 你方不知道 其實他告訴我小兵 你身大大兵 你要多長時間 你不要去認真的一點 對方沒有 我方只是想要確認 你方的態度 到底覺得他有沒有能力 可以蓋一大塊 如果我沒有 那他就招安了 對方沒有在政治上 現在在朝廷的狀況是怎樣 今天 你也解釋在裡面 朝廷裡面僵求 他說今天想要僵求 今天我一個 我不了解 現在朝廷裡面那個 內意識是怎樣的 所以我就這樣進去了 但是我覺得 反而很容易跟人家說 對方 所以我方都會告訴你 一定要去談朝廷 你要當話 那你就會跟他談朝廷 想要當話 這就是朝廷開的條件 要不要再問問 今天你方要怎麼比較 所以對方今天 我告訴你說 為什麼講他沒有能力 是講說他在政治的 這個複雜的政治上 他沒有能力 去反這個態度的天氣 對方沒有 他是沒有政治實力 但是他今天 即便成一個政局 他也沒辦法吃火 你發現了嗎 所以對方已經承認了 今天他們沒有這個 政治實力 所以我們才說 他把他送娘入口 為什麼 因為今天他接觸之後 他就之前 在這個尖層的衛高群眾之下 他們就一定會 他們就必然會 做到這個尖層的間隙 對方 好 那這次實力 今天我們來看 誰帶來的損擋比較大 今天你方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仗燒 造成什麼 造成人民 造成政府 跟人民磕的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很加違背 你方的目的呢 沒有 我告訴你 今天你接觸之後 那些尖層黃金 看你們去打什麼 去打房辣平添 這時候你們有自己 要在打仗嗎 沒有打打沙沙嗎 最方便 充其量如糾纏 一百零八保 他全部都死了 今天他們要不要革命 讓人民帶來更多傷 你方又靠屁了嗎 你方已經才有考慮嗎 今天如果他們根本就不革命 那他今天是檢討不倒極重的話 檢討那些欺壓白心 有沒有沒有 謝謝雙方沒有談方法 因為他打方案 可能就是他臭門一股 熱血 可是剛好今天熱血能 當話之外 熱血能就限定正確 但是熱血能就解決他方表 不行 今天就是兩宅 唯一有個實力 最方便有 什麼叫籌碼 籌碌神他一定要進去 體制內開始正式改革 他可以在談的時候 就談清楚 剛好你方知不知道 這是一個方法嗎 謝謝雙方變手 比賽進入最後一個 總結城市的天亂 進行訪伴事件 引述到中央場台 您的總結時間為5分鐘 即使在您太恐怖以後 開始計算 有請 今天我們探討一個題目 梁川雲應該介紹 我們應該看的是什麼 看他的背景之下 我們看到背景 就說在他的年代 他那個朝鋅是不正確的 然後他們那些堅持是掌握那些權力 這時候你告訴我 現在我們送兩宅 他回去那邊 就等於中央不可 因為之前是 我被害他 他害我 不能進入這個朝鋅 他逼我走了 這時候你要我回去嗎 很奇怪 如果我們不是否認說 照案是不好 是我們說 在那個背景下 照案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所以為什麼 因為堅持是高權 堅持掌握高權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進入 只會被實現 沒有一個很好的發揮空間 如何反 也不能夠很好的去反那個財官 在我們說 張雲坊 開出兩個論 有開出兩個其中的論 他們說 三節不好的 朝鋅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說 今天我們不應該 討論他們的討論 是看他做的行為 我們看到梁川雲 他做的什麼呢 他做的是 欺貼欺負基利 他幫助那些平民 這時候你告訴我說 難道今天黑社會老大 他雖然同樣 而他人不好 可是我們說 他幫助老人家 這時候我們可以說 雖然明確都不是很重要 他只要在我們其中 他是個好人 他就是好人 像剛才說什麼 宗義經宗報國 很奇怪 今天貪官還在那個 朝廷中 要如何去報國呢 請問你說 你要相處於宗 今天我 那個朝廷中 是貪官 可是你沒有討論 他是邪的還是正的 你就去宗於這個國家 請問今天不是宗嗎 再來說 對方說我們說 今天 義氣不能當飯吃 因為他們沒有糧食 可是我幫你 其實總有告訴你們說 今天他們有能力 去 去 拿取這些糧食 跟我們說 梁川雲他是怕神 他不是怕神 他在人民心中 他是個英雄 他是人民心中的意思光 這時候 在人民他們 被受欺壓的時候 是好漢他們 去幫忙 打壓這些 招呼 打壓這些他們 他們希望他們 能夠去 幫助他們 去反彈 因為 因為人民他們 沒有能力 所以他們希望 梁川雲有 那個鼓氣 能夠繼續 把這個精神 再下去 這樣跟我們講 其他這個題目 我們應該說 我們應該說 他們看誰的 能夠把那個價值 最大化 就是說革命 我們為什麼講革命 很重要呢 就是說 它是一個重點的 能夠提點 能夠提醒大家 就是說 在這個年代的時候 沒有人敢 沒有人提議 這不代表 他是不應該提議的 就是說 就說在這個年代的時候 雖然有很多參觀 可是我們看到 我們參觀過 有人不敢提議 所以不敢說 這個就是不得 就應該接受災難 其實我們看到 人參觀過 我們就應該去反他 再來 我們說這個革命 可以帶給我們 歷史有進程 就是我們說 當時人民是不好 他為了一把火 他們認為他能夠幫自己打壓 能夠被自己出去 可是我們看到 接受災難後 他辜負人民 希望人民還必須被這種 情況之下欺壓 然後我幫你提出 例子就是說 他建成不停 跟那些人民 拿花石島 這他們的經濟有負擔 這對方就告訴我們 現在看了沒有經濟 Angela也很奇怪 Angela請問 這麼還有那些 方大黨人呢 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辜負人民 期望 這還就是說 他們甚至在 還沒有進入 因為他們在野外 他們在草州 他們沒有主導權 他們不能夠 很好的發展觀 就說今天我在 陶庭中 全部人看著我 一個人 他們視我為 眼中 他們是想辦法 要處於我 這時候革命這條路 是非常難走下去的 反正是我們說 不接受災難 他在外面 還有更自由的權力 去反韓官 他們不需要說 任何人 他就能把自己的堅持 理念帶下去 革命 雖然說 他一個人 他們那一群人 他雖然說 革命 不會帶來很大的期待 就是我們說 他這個革命 還可以帶給我們 會帶來很大的期待 就是說 他成為是第一批 抽獲選的人 可是他接下來 還未能夠把這個 法國繼續延伸下去 讓他們成為人民 心中煙火 不同的發火 就是說 我們說 我們有很多例子說 實際上世界的法國大革命 見證了自由主義 所在過往的貴族 所以我們說 這個點子 比較小的革命 可以帶給我們一個 一個比較 可以帶給我們 一個比較好的改變 就是說 革命革命的話 可以讓我們人民 可以過得更好 不需要再被灘關起來 就是說 良想好 他的正義情感 是社會和國家需要的 他們接受在 那個正義的情感 就不不存在 所以我方便 我方 就是我要 比自己的價值 選擇更大 或者把自己的價值 回鄉出去 所以我們說 不一定要接受 大家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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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方便有說得很好 我方便有講 康慨基 我方便有講的熱血被騰 可是我方便有 你方便有沒有拿他一次 停下來 冷靜下來 好好的想過一下 我方便有 今天零方說 革命就是好情 革命就是壯志 革命就是壯志 你方曾經問過 這群好漢他們想不想嗎 你方又說 革命是一種成就 革命是一種標的 革命是一種故人心的事情 你方可又曾想過 革命也會是一種毀滅 你方通通沒有想過 你方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在評價一件事情的時候 革命跟暴動只有一線之隔 為什麼招安投降 跟事實負責為俊傑 也只有一線之隔 又為什麼這一群好漢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去 被稱作為山賊的這個女號 為什麼 如果今天他養殖自己 他幹嘛去想別人 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他根本就沒有那麼好 第二他就是養殖我自己 不然他幹嘛去想 不然他為什麼會當山賊 不然為什麼大家通通都評價 他是山賊 為什麼 你方告訴我 今天我們在評價 跟分析一件事情 我們在討論他應不應該招安 從來都不是靠感覺去論證 我們必須要看看當時的現實環境 我們必須要有理性去論證 他們的這些事情到底應不應該被執行 而我們就來看看 朋友們今天告訴我 第一他們要替天啟動 第二他們要鼓舞人心 可是我剛告訴大家 這些目的從來都不是 一定要待在體制外面才可以解決 為什麼 就舉兩個反例好了 今天甘地是誰 各位都認識吧 他在體制內抗爭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成功了 今天他是不是也鼓勵人心 讓大家知道 反抗是一件可以打什麼事情 而且他帶來的感動 是不是又比暴力革命還要來的更多 你所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童貝爾一直想要鼓勵人心 體制內其實也做不到 我們再看第二點 童貝爾想要替天行道 童貝爾我剛才舉個例子 岳飛 他是不是也替天行道 今天即使他暫死沙場 可是他一個人為他的中醫 為他的正義去實行 去打仗 去為朝廷奮命的時候 童貝爾這難道又不是替天行道嗎 所以童貝爾看到了沒有 今天林方最想要提倡的價值 從來都不是只有在體制內 才可以被實現說 我方告訴你 體制外會帶來更多的災害 我們就來看看 沒有今天一直跟我說 他幾乎體制內不會有更好的政治勢力 好我方可以退讓 可是林方有沒有曾經看過一次 他們今天在出走之後 朝廷願意找他們招案 願意坐下來好好談一談的時候 就是這一群好漢的最大籌碼 哪怕他們可能談失敗 他們也應該要坐下來談一談 因為我們必須要認知這件事情 那就是革命而不是毀滅 為什麼 我方就來比較這些節目 今天童貝爾林方知不知道 宋江他在帶著兵去打 他在帶著他的蘇生路子的兄弟 去幫朝廷打仗的時候 你方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告訴大家說 寧可國家復活 我等全復活 童貝爾林方知道為什麼嗎 這一群人 這一群漢子 哪怕站在21世紀 我們評價他很蠢 但是他就是愛國 他在他的協議裡面 就是有著一國 中金愛國的思想 寧可寧 寧方搖起大喊說革命 革命比較無盜 寧方評審嗎 寧方問過他想不想嗎 寧方沒有問過 我們再來看革命會帶來什麼 今天如果失敗了 革命 你都只是打一打 打來更多傷痛 政府克了更多人民的粹 去解決戰爭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樣的結果 你方承擔了你們嗎 我們再來看 即使今天革命成功了 成功會換來什麼 成功了 這一群根本沒有中心思想的人 是無法建立一個體制的 為什麼我方今天從頭到尾告訴大家 這一群人打不起天下 治不起天下 因為他們從來就不像法國大革命 有中心思想 他們也不像美國獨立戰爭 有自由平等的思想 他們也不像是國父在起義的時候 有三民主義的理想 有共和體制的理想 統統都不是 他們的理想從來都不是在體制外面實現的時候 他們沒有 你方有沒有看過這個組織 真正的初衷是什麼 你方哪怕一次 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他們成功之後 反而帶來更大的亂事 帶來螳幕的歌劇 帶來我們國民政府時期的時候 那些軍閥歌亂更大的動盪時候 他們有你方承擔了這樣的結果嗎 我方告訴你 我方承擔不行 今天我們在評價一件事情 革命不是必然的好 革命也會流血 革命流的是誰的血 不只是戰士的血 更是人民的血 革命克了是誰的家產 不是只有戰士的家產 還有人民的家產 今天如果民方做人保證成功 如果民方從來沒有去評估成功的機率大到大之後 民方又告訴我要革命 那我方替人 我方替仲巢 這個甚至 因為民方衝動的結果 我方認為不平 沒有我們再看 今天我們退到最後一步來講 好了 就算今天 這108條漢全部都死了 在民方的世界下 對 也許他革命成功 但他不會帶來更好的結果 在我方世界下 就算他全部都死了 這群人 這群想要暫停殺場人 想要為國小工的人 至少他們死在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我們再退一步來講 如果這群鬥亂的私人 那只會換來更好的時間 因此我方認為 這樣子的評價才是正確的 兩三好看應該接受這案 謝謝 謝謝這個方向可以 比賽也認識了 接下來 我們就兩個做到緩衝時間 來決定第一輪的印象下 以及天空的車票 很快高興各位大家 通過第一 可能是法官人家 所以說 對於是自由變上半端的時候 他覺得 他有一陣子讓我覺得 他把你們 很大部分的利益都完全達成 平手 甚至於說 看不出來為什麼 應該要接受招牌 但是我再這樣帶一下 到為什麼後來我還是 最後 自由變破壞 之後我覺得還是 我會把國運上到最終 不要去正方那邊 今天 我一向來判斷 同樣是雙方的交通之中 我會攝取你們的網 所以接受到訊息 正方先從正方提出的 第一個觀點 我們來看從好漢們到底 而去何從對好漢們的分身 自身的利益或意願上 會來得更好 我先看這一點先 因為這一點 轉方在這一點 其實很強 即利的交通 在正方的主張中 這十八個好漢其實都 是很熱血沸騰 很願意為國家效命 應該暫時殺場 也不要這樣就作為 炒酷一身的窮人 而在反方的認知中 他就是告訴你 正方這十八個人 當中裡面有部分少許的人 他其實是 他不想回社會 不想回覆社會的人 不想回覆社會的人 他就是一堆草破 甚至他們更有 是不共戴天的 之仇這些 然後他們回去 其實是情何以堪啊 這些這樣子 然後說 不會被他們回應 但是這點上 他們明顯的 你們自己也意識到 他們也意識到 這種多數和少數的分別 至少正方的主張 它是多數 你們其實也沒有否定 它到底是多數還是少數 你們就會 假設 我只能從 沒有這種交通 所以我們自己不覺得 它未必是多數 我認同 覺得說 他願意為國家犧牲 這時候去到你們的法國 你們的法國 告訴我說 就是少數 你不能因此 忽略到少數的聲音 類似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因為多數 就等於受疼 應該受疼 應該受疼 不是應該看能力 怎麼想 你類似這樣 這也是我覺得 反正法 對於多數少數回應 是相對缺乏 你這三次告訴我 最後印象中 你們的說法是 無論怎樣 多數少數回應 所以我會選擇 多數導致不患而善 但是我不覺得 那是反方想表達的訊息 反方給我 信息的訊息 就是 你不能忽略 是想少數的聲音 無辭而做判斷 但是 我這一點 我也沒有因此地 拍給你們 也對你們 也沒有因此地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就要忽略 多數的聲音 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在這點上 我覺得 相對還是比較偏向正法 還好 好漢們的意願 第一個 好漢們 選哪一個選擇 都讓好漢們 活得下來 這種談談好漢的秘密 在正法底下 你們的主張告訴你說 好漢不進去 他就會告訴你 你會餓死 其實也 其實不是我選擇 科研 你會吃了一百五百個好漢 對你們而言 他進去體制過後 就會被幹掉 其實他其實也沒有選擇 那其實我 我會嘗試想清楚 到底哪一個 可能性上 比較容易讓他死的 更長 更有意思 更絕的 更明顯的絕 但是在這點上 我其實沒有很明顯 聽得出那點 我做哪一個選擇 會是死得更慘 不好意思 這點我雙方 都不知道哪一個更明顯 我實際上 要嘛餓死 要嘛被堅塵害死 所以在這點上 抱歉表示 我個人是沒有判給任何一半 那談完 好漢能的生死 我們看 接下來就變下去 好漢能的 反彈 他的目的 他們本身的目的 這個我其實覺得 正版會做得相對好 為什麼 因為 反方理主張告訴我說 正版如果進去體制內 他就會因此而受訴 他可能就做不到他的反彈 我覺得可能 我們民情 我們來自同一個國家 我們民情有點像 是我不理解你這種說法 他剛剛有密產成一種 好像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 這時候 他不足以讓你告訴你說 你因此就不應該找 原因是因為 反方理明確告訴你 他自己打你跟神 還有兩層去打 第一個 剛剛才講到這裡 因為本身他們其實 他們沒有什麼糧草 他們其實打不了很多久 他們很快也會餓死 他們很快餓死 他們不重說反彈 而且 重慘 羅萬姓 他們打贏了都好 把整個宋朝推翻 他們其實也不能打贏了好政府 所以他 對於反彈之言 其實說到這個地步 你們有一個問題就說到吧 其實反彈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功能 他給我感覺又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能理解為什麼 出現這個原因 因為其實是 對於一個字眼上 大家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這是我所說的兩個字眼 它其實會牽涉到 革命上的觀點 兩個字眼 一個是革命 一個是安居樂業 你會覺得正方一直在提出 這樣的方 問問 你們是不是只要有貪官 你們就有革命 因為 我感覺上 我在談一下 我覺得你們雙方 對革命的字眼 其實有不同的見解 你們的革命其實是造反 對不對 反彈超正 反彈的革命就是 我就是反彈就好 反彈就是一種格 類似給我這種感覺 你們其實對革命的度 感覺是不一樣的 安居樂業 其實也沒出現這個問題 剛才我們說的反彈 反彈到最後 讓我們說的反彈 其實都沒什麼能反得到 所以反彈的事業能不能成功 我看不到我認為 需要去安居樂業 就是人民的課題 就是需要一個比較微妙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後半段才很明顯 答出來 是這麼把事件把它答出來 他讓我去說訊息 所以重視反彈的事業 也會怎麼能成功 但是至少靜體制的反彈 是對人民最低程度的傷患 這是為什麼我飄到最後轉彈的原因 但是反彈的人不就是很認同 他不為什麼 關於人民 之前你們的一段時間 嘗試關系 對反彈的人民安居樂業的課題 這個就說到 我覺得是自演上 正反彈的安居樂業 其實你也沒有想說 人民去比克過得很幸福 你不是想表達這件事情 你只是告訴我 他還有三強溫暴 他沒有一定要被迫 一定要飛點 造反 把這個皇朝推翻過 人民才可以活下來 所以這時候人民會不會 因為樂已見得到 有暫時的發生 人民未有必會有 就是你要反彈的理解 安居樂業一定是 全部人過得很開心 所以他們就 你們在說嗎 這點上的大型故事 其實在這點 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 各說各話 因為反彈的報告說 如果安居樂業 為什麼會有放大這些 刀劫不斷的出現 然後你們就要說 他們就是安居樂業 對呀 沒有對那種大型的農民起義 其實也是有起義 也沒有到很大型 然後他們也未必樂於見到 更多暫時的發生 接近這樣的東西 但是 基於在這點上 他叫我說 正反彈的勾 他告訴你 我進體制內 至少 我 雖然反彈事業 他跟我訊息 其實總是反彈事業 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至少 我對人民的傷害 是想對見 所以我在這點上 那是我覺得正反彈的真 然後我覺得 比較頭痛的是 因為 反彈解變到最後 還可以嘗試提出的價值 讓我再有所動搖 他提出的價值 就告訴你說 無論怎樣 我們就是至少 我們這麼做 我們堅持撐下去 不早安 會更啟發人性 所以那時候 我又稍微這樣 騙我一點點 再進行有慾安中 所以我也有點欣賞 正反彈的解變 有事實來跟我 提出一個相對看的一個 價值 告訴我說 其實 你要 要理解 革命很多時候 就是毀滅 然後從 你要去鼓舞人心 好比如干地 好比如越非 不一定要在體制內外 在體制內 也可以做到 就要這樣 我們到最後看回 兩三號 所以就要我們看回 兩三號話 他進到體制內 然後他們全部死光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說 他還是有給我們那個啟發 所以這時候 你那個堅持下去 所帶來的啟發 這個價值 就被他打消了 也因此 我來說 整體下來 由於那個反彈的事業 我們沒有辦法不見 看到水利 但是至少 正方提出一個是個 相對損害比較小的反彈 道路 然後 他們也可以認證了 體制內的反彈 也是其實有 啟發人性的價值 所以到最後我把影響好 他們給正法 以上 OK 好 呃 沒有人說我先講 那我先講話 對 你很怕說 再要去一些事業準備 OK 呃 大家早上好 我先 分四個部分去談吧 因為我覺得這場比賽裡面 會有四個部分 蠻值得一提的 第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先從社會背景上面去看 呃 這個 很坦白講 這場比賽是一個非常 交通貼得很緊的一場比賽 我們也覺得說 這個 印象票的產品 也有反映說 有一片倒的一個局勢 所以我覺得說 我很贊成 就是所預先所講的 其實在自由變潛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反方是有佔著一點的優勢 那個優勢 可能是因為 梁山好漢的豪情 那也可能是因為 我們當我們 呃 看水谷傳的時候 我們 對梁山好漢的 某一種的理解 會比較貼得比較近 是比較是在反方那邊 所了解的部分 那我覺得正方是一個比較 呃 跟我們看梁山好漢的那種 豪情是不一樣的 他們談的是比較說 是豪情 壞的一股理智 然後去談說 那怎麼去水利品之下 你們到底應不應該去做 這樣一個招案的一個舉動 那好 大家理解不一樣 是沒有問題 因為本來明珠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不期待說 大家只是拿著明珠裡面的內容 去談 去談而已 那我們更希望的是 在明珠當中裡面 雙方便手都可以看到什麼 那可以怎麼在裡面去解讀一些內容 我覺得這個才是 呃 我們開啟這個明珠提的選舉 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 涵力所在 那不要緊 在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很明顯會看得到 雙方對於整個水埔專的理解 都會各有不同 這個現象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我從社會背景的那個部分 所以你看好了 社會背景裡面 正方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 他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的 當時的整個環境 就是一個比較 呃 有點太平雖然是有貪官的年代 但有點問題 但人民至少是安君 熱夜的一個年代 那他們也說 呃 反方卻反而會有點不同 那反方的理解 會是覺得說 當時的那個整個社會背景 比較像是 民眾有某些渴望 那樣 民眾有某一些的期待 特別是對於良善好玩 當然那個部分沒有講的很透 到底民眾對於這個部分的期待是什麼 OK 對於這個良善好玩 他們期許的社會環境 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 然後 包括說你們有提到一個東西 是很重要的 兩個點 我覺得沒有講很透的東西 是 就是說你們講監官 監承擋 到這個事情 我覺得有混均其實還好 但是問題是在於說 監承擋 到底會帶來整個社會的 怎麼樣的格局 它會怎麼影響整個局勢 這個局勢的走勢 這個才是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當時候的那個整個社會環境 定格在那邊 對了你們講透了 但是問題是 這個局勢如果走下去的話 那 隨著良善好玩的之間的 跟這個局勢的互動 我覺得這個才是有更真 有更加能夠去討論的空間 可是我覺得說 當你們定義說 開了一個滿 跟我們理解 法則理解會比較相似的一個 一個題之後 我就會更期許說 你再告訴大家 那監承擋到 後續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會不會這個國家 因為監承擋到 然後 作為軍商人 又想對表混用 但可能整個局勢 人民百姓 會怎麼樣走 這個東西我會覺得說 會有更多的工程 會更加好 那對於人民的渴望 那個事情 其實也是一模一樣 到底人民渴望的是 這一群良善好 在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是 你們應該要更補充 多一點點的 到底他們是希望 他們建立一個國家體制呢 還是希望說 他們要推翻這個國家體制 然後不單純 就是還是要打奸臣 OK 還是要殺團官 還是要 總之要做什麼事情 還是只是單純 像你們準備搞家 他們只是做一個 維護百姓的一個舉動 OK 還是他們只不過是 就算做三賊 最重要的想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就是 留給後世一個榜樣 或者留給後世一個 可以看到的一種 擔心 召喚精 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我覺得說 這個東西 反而是民眾的渴望 到底是在哪裡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講得很透 那不用緊 我覺得說 在這個時候 你們其實在後面的補充 就比較OK 就是你們假如說 方大起義這個事情 因為我是 聽你們這樣講的時候 我會第一個想到 也是方大起義 因為我會講說 照三賊提出來的這個東西 我就是方大起 不要用力 因為有點在衝擊 正方所提的那件事情 就是人民四海十五 然後有漸層 當當當 雖然不用緊 但是我們還是過了很安居樂業 這件事情 你提出方大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 它有帶來了一點點的衝擊 其實我覺得說 正方在這個整個布局當中裡面 提思維背景的時候 有幾點是可以去討論的 舉個例子 方大起義之後 到底今天梁少豪會不會跟他們配合 還是其實他們兩個人是 自同道的 我覺得說這些東西 也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如果方大本來跟梁少豪都不是一部 他們大家的理念都不一樣 其實方大起義與否 其實跟梁少豪也是沒有什麼之間的關係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裡面 他們兩者對立的話 那其實 後續的整個社會開平會不會更緩 因為兩股市一不一樣 然後三方做亂的話 整個社會會不會變得更糟糕 我覺得你們提的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如果接受早安 或不接受早安 之間的那個比較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往那個社會背景 一推前一點點 假設 推後一點點 假設到了方大起義的時候 兩者好像還不早安 那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格局 這個東西也是可以再去討論 會不會整個世界更加亂 還是會更好 像你們所理解的 跟方大一起去討論 大家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陳盛的那個 隆明期的那個例子 OK 他們會不會 方大會不會是陳盛 那會不會楊少豪就是 陳盛以後的劉邦相宇 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這裡也是可以再繼續 往下去討論 我覺得 談楊少豪和英明啊 反正你們整個點故 已經在裡面了 那對於整個 整個當初的歷史格局 也給你看到去方大那邊了 也往下看他們的結局 死的死 然後過後 就是 還是死的死 然後過後就慘了慘了 那幾個結局 是死的死 你就知道了 就好像是死的死了 OK 反正到這個世界 他們才還活著了 OK 就是在這種狀況裡 都已經看透了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把那個格局 不只是談清楚說 是在方大起義之前 可能也談更多 這樣方大起義之後 如果他們不早安慰是怎麼樣 我覺得正好 還是可以再往這個部分去討論 所以在於社會背景的那部分 先坦白講 我覺得說 兩方都沒有去構建 沒有把整個社會的背景 構建得很好 跟完善 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部分裡面 雙方都沒有辦法 讓我說清楚 在這一點上面投降 哪個部分是在誰身上 那往下再看 第二個層次的討論 主要就是在於 良善好漢的見景 還是怎麼樣 這也是一個 非常有值得爭議的一個部分 正方的理解是 良善好漢的特質就是 有一些大吃大喝 然後有一些沒有方向 就是一群山賊 但是呢 裡面有一些忠君愛國之士 那像你們的理解呢 就會是 他們雖然是 有時候會做一些 山賊的舉動 但是至少他們有一技之長 例如說 會開一下飯館 人會開飯館 會禁餐 會捕魚 然後會打虎 其實打虎都是從一個職業 這都是一個不同的 反正 我不知道有沒有多少的虎可以打 可能搞不好當職 有很多虎 我也不知道嗎 因為他們打虎英雄很多耶 不是只有虎松一個耶 他們真的不只一個虎松耶 會打虎耶 不知道可能會知道這個 所以好不容易 反正就當他是一個職業 就當這些人都有職業 他們都有正職在身 良善好漢就是他們的兼職 還是怎麼樣 OK 他們重慶思想 就是要替天行道 OK 然後過後 但是呢 品質就是有這樣不見到 做這個所謂的正職 但私下裡面就是 很正職應該怎樣的好漢 堅持就是那個打虎那些事情 OK 好 那我覺得說 對 有這一季之長 但到底你對於他們的理解 我會比較說 像你們講的 可能他們有了職業的 那部分還是啟致 最重要的是他們到底 這一群兩艘好漢 就算像你們講的 他們是好的 那對於國家態度是怎麼樣 我覺得正方有一個 逼迫的一件事情 就是 到底他們其實是 不叫反國家這件事情 他們是不是叫 規範體制 建立體制 他們這件事情 是不是講的 在你們的理解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 隱隱約約 OK 然後補一下 就是從你們的推論當中裡面 我能夠感受得到 你們大概要講的東西 就是不是要推翻體制 你們也好像 不是要講革命這件事情 如果從一開稿的 那部分上去看 你們其實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截變最後 又突然間告訴大家 要講革命 也有革命的好 這件事情 可能是你們有中間立場 跳動跳動一下 你們本來想講一下 你都那麼喜歡 扣我革命 那我就革命來一次看 怎麼樣 那會不會突圍而出 但是我就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點危險 有危就有自己 你找到自己 可能也會有產生危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裡面 一個狀況就是前面 因為你一向講說 他們其實是有很多政治 他們要維護百姓 後面人家講 他們其實是想打算 替天行道 然後建立體制 搞革命 這個東西 突然間就跟我的理解 也有點不一樣 至少我跟我前前的那個 對於水浮傳的 阿薩浩漢的理解 也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邊就變成說 正方所講的那個分證 他們雖然是有一些 是三賊 我不是很大篇幅的說 完全認同正方的理解 就是說 梁薩浩漢就是一般 就是大師大師 沒有方向 然後就是三賊 然後就是餓了 就都往下面的商家 去打劫那些百姓 我不完全認同 他們是這樣的 可能有少許是這樣的 因為畢竟如你們所想 你們開高一家三種人 第三種那種鼠妃 或者第三種那一種 比較相對綠林的好漢 他就做慣這些事情 有本性難以 再繼續再做 也有可能 因為畢竟大數之下 必有故事 反正那麼多 一種米會養 那麼多種人 我們也不知道 梁薩米會養多少種人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都一定是好漢 也不是每一個都一定是三賊 OK 這個不是重點 反正對於梁薩好漢的理解 對於雙方的詮釋 我都覺得說 沒有詮釋到我自己心中 沒有想要表價的東西 但是從交通上面來講話 如果要談說 你們對於這個東西的特質的話 我會覺得說 反正在這個部分上面 跟自己加了那麼多一點的責任 反而是在這個部分上面 後續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有點掉入了正方 為你們構建很久的一個陷阱 就是他們一直在問你們的事情 就是你們是有什麼思想 要構建一個國家形勢 我覺得這個是正方 其實一開始就要丟下去 就是等你們踩的一個陷阱 我覺得如果我是你們的話 我會直接就跟大堂當當講說 我們從來都不是要反革命 那反的革命屬於大皇上 就好像現在反對黨 找不到任何一個人可以做領袖一樣 你反得到的這個體制之後 屬於可以大皇上 就是永不先的混居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永不分間的地地 還是這樣 中國歷史後來都說的 這樣子 諧天子 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說 這個部分上來講 反而你不用去跟他談這件事情 OK 不用去跟他 把這一塊潤都整個給吃進來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OK 但是因為你現在有做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挑動 就是覺得說 梁朝老大 可能又有這樣的特質 我就覺得 對你們捏一把人的汗 因為前半段 前面講得很好的時候 沒有吃那麼多人 這個時候 還覺得OK的 但後半個打這個事情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有延伸 我第一場跟大家講 就是在損益之間的比較 好 損益之間的比較 我覺得兩個比較 層次吧 第一個層次的比較 主要是在於說 對於好漢的利益之間的比較 好漢的利益之間的比較 然後顧問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一開始是反而佔有 因為反方 對於好漢的好是什麼 如果假設不接受招 那就不用送他們的福口 哇這個聽起來其實很正確 我覺得前半段主要佔有了一個部分 就是你不斷地去問他那個問題 就是你要他們只做招 就是送他們的福口嗎 因為你們這麼多兼程 對不對 我們這樣子送他進去就是完蛋了 對不對 OK很好 你這邊講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前半段都有刺出這個優勢在大 OK 可是後來我覺得正方他們有一個講法 是有忠於呼應到前面的那個開篇的那個講法 就是因為他前面有講 其實這些兩三好漢 他們也不怎麼在意自己的利益的部分 OK他們最重要是要能夠死得其所 OK然後過後能夠各得其所 這個才是最重要他們想要表達一個事情 不過他們在前面不怎麼把這件事情說得很喘 OK只是在後期的時候他們有講說 他們就算在做岳飛 OK就算他們要做那種死在沙場上的人都好 OK跟方大作戰到死都好 他們是不怕的 OK就是進入體制哪怕是只要有一死一毫的勝算 有機會的話不用造成人命傷亡 這都是他們個人的疏遠 然後他們都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OK 但是在這裡要正方的人要注意一下 因為呢 岳飛不是死在沙場上 所以我了解啦 OK但是你們講他死在沙場上 這有點跟我經驗事實理解 所以有點不一樣 可能是因為這個民族庭沒有打岳飛 到底你不應該 死在沙場上 不是你不應該接受那個金牌回去之類的 所以我這個時候他其實是因為 他沒有接受那個金牌的召回 然後回到去草店 然後最後是掛掉了沙場 這個反而 這個反而呢 我覺得這個寫牌好 這個反而最後才講他死在沙場 OK 反而我要講的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我覺得說 好漢的那個特質 他們最後有把這一件事情 從利益 推到去一個價值上面的討論 就是他們沒有在跟你們在講說 對於好漢來講 生死之間的討論 他們在討論說 到底他們本身 生與死 不是他們討論的 到底他們本身 在這個事實上 他們作為他們的角色 應該要做 就是按得起說 然後如果同時 能夠為你提這奮鬥 只要哪怕有一死一毫的機會 他們都要做這件事情 OK好 這個東西是有一點點 稍微淋駕在你們之前 一直在 我覺得 我覺得很有優勢的一個東西 就是 真的不應該收藏附屁 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開始 我是完全在這個點上面 是比較偏僻的 但是當他們這樣子講了之後 我又覺得說 有點動搖 像他們這樣講了 好像又對了 又不是死的問題 反正人終究一死了 最重要是留去擔心 再換心 最重要是 你自己個人的價值 能夠得益實現 因為人的自我實現 是馬斯洛學習裡面 最高的一個境界 對不對 這就是他們要講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在個人的那個 損一筆上面 我會覺得 在微微之欲後的時候 反方 那個結片是有讓我 看得到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價值所在 OK 那回到去 第二個我覺得損一筆的部分 是對於後世的那個價值的討論 對於整個世代的那個價值的討論 是怎麼樣的狀況 你們的講法就是 反正這些人 他們像 陳聖虎王僵子 他們留取擔心 召喚金流 一身奧物忌天行道的今生 讓後世的人 盡量多麼的美好 聽起來就是非常的美好 一件事情 但是 對這個東西 我覺得利益上面來講 是存在的 而且也成立了 但是 對於整個世代後世的人 那個部分再來講 對於整個世代 格局上面來講 他們跟你相看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講說 因為你們已經講 他們要搞革命了 對不對 OK這樣他們就可能 不一定是奧古那麼簡單 因為他們把奧古 投進這個革命的洪流當中 那他們就講的是說 我跟你比一比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接受 你不接受答案 那可能會有更多 流血流淚的事情發生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裡面 其實對整個世代的格局 會更糟糕 也許會出現列腔 然後分割領土的事情 OK 這樣的一種狀況出來 那我覺得說 如果相抗比較來講的話 好像是正方在這個部分上面 又會相對來講的話 他的避害會比你們提出來的利益 會來的更大一點 因為如果要留一個 是必死的奧古跟那個 這樣的精神去做的話 然後可能 隨著是流血不累的話 這樣又不太值得 OK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部分上來講 一個精神寄託 在對比一個實際的人民傷亡 的那個革命的一個 這樣流血不累 我會覺得說 正方在這個部分上面 又稍微的說 有一點點 再把你們打得比較相對 來講高一點點 OK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其實我會覺得說 談到最後啦 這個這場比賽啦 我覺得比較可以 好玩的一些事情 是在於說 大家對於整個 隨虎鑽的那個理解 其實至少都沒有 脫離那麼遠 至少你沒有去比的是 電視劇隨虎鑽 然後你沒有去比的是 隨虎鑽啊 還是什麼樣的 隨虎鑽啊 我覺得大家其實坦白講 OK 你們不會玩到 我覺得這場比賽 絕對不會沒有玩到說 在定義上面裡面出狀況 OK 至少 反正 唯一的就是資料的檢證 就只有那一個 到底是不是 天下太平 那個事情的檢證 我覺得其實 我要提一下 我覺得反三 其實在這個部分上面的 搭配環節 有讓我 就在自由面裡面 建立很大的一個優勢 OK 然後我覺得說 表現非常之好 因為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講的話 自由幫隊友 可以打開了這個空間 就是 特別是說 你們去質疑他們的那個 社會背景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在自由面前面 其實是有 稍微的動搖了他們 假過的分析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蠻不錯的 可以再繼續的往下做 那給你們的建議是什麼呢 這是第四個部分 我會覺得說 其實英語也有貪達了 對你們的那個建議 就是我覺得說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說不應該學業肥 OK 不要做一個愚 愚中的一個人 OK 當然這個社會背景當中裡面 確實他們是很愚中 但是問題是 在當初的社會景 到底他們 這個空間 是不是一個他們 當初的鼓賴 去追求的一種價值 因為現在他們不是 有失望機 他們不能夠穿越回來 然後理解了價值 然後回了去 然後罵他們愚中 可能不能夠 但問題是在於說 到底愚中之外還有什麼 就是這一群人 如果假設 他們接受找來 還有更大的弊 還有價值段的是什麼 我覺得說 可能你們要去 把它找出來 除了牛的一身 奧武 然後可能 不需要背負愚中的一個 這樣的狀況 跟同時能夠 啟發人民 反抗的一些 講法之外 我覺得說 你們需要更直接的 一種實際的傷害 來去讓我們看得到說 到底為什麼不應該 接受造成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狀況 正在問 然後你們有講 但是你們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主要是 送羊的服務 但是厲害還是 比較局限在於 所個人的傷害 而沒有對於整個 具體的那個 當首次會被講的 傷害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有講的 一個很明顯 有講的一件事情 是你們已經 可以經歷痛苦 但是因為 欲經我已經持幸福 必經我已經持痛苦 所以欲經這個痛苦 是一個短期 跟過渡性一定會走的東西 對 你們講的好 可是這樣後續 你們對於那個 幸福的理解又是怎麼樣 對於那個 世代的更替 又是怎麼樣 我覺得說革命 不是不可以講 流血也不可怕 但是對於你們來講 到底革命流血 經歷了這一些 所有的貪通之後 換回來的東西 到底會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可能 反而在這個部分 可以再加強一點 那對於正方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 可以稍微的 就是給好漢一點空間 就是不用那麼苛責 到他們完全就是 就是有一些 又是大吃大喝 那有一些又是 比較相對來講 就是會做三賊 那樣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有三賊的污名 不全然是因為說 今天他們完全全 就是會做這件事情 OK 可能有部分是 但不能一定改全 但你們也講的對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說 為什麼要去探考 是為什麼今天 他們即便招案了 接受招案了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還是能夠留著一個 你敢上考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們 拿得起 放得下 上個張 但同時下得還 這件事情我覺得 可以再往下去討論 討論 不用把他的特質 扁得太過低 來論證立場 我覺得也可以論證到 正方的立場 以上就是我的點評 好 謝謝 我在補充一些文化的地方 剛剛 大體的判斷和前面兩位評審家 細節上 大體的見解是一樣的 只是 有個很大觀感的不同 我是覺得正常 除了主編的角度之外 最主編的開 最主編的開 一架框架 大體來講 方向 我可以接受 但是 一旦進入交通環節 我的看法是 正方的招缺有事 一直都在 一直貫徹到後圍 然後 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 有個地方 有一些交通的 一些見解 我是這樣看的 就是 反方 有一個 我贊成過一點 對現狀的詮釋 你們提防 所以 那時候也不見得 不見得 那時候是個太平生事 我覺得 在一些弱感成功上面 有質疑到你 但我覺得這個說法 本身是沒有辦法 撼動你們本來的立論 你們本來的立論是說 宋朝是沒有權 是史上 沒有全國性叛亂 防蠟是不是全國性叛亂 我覺得他們也沒有說 他們也沒有說 除了防蠟以外 還有其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有一定的程度上 在其實上 有一點點 然後乾了 但我覺得 並沒有順利的挑戰到正方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這個仰入骨頭的 那個 公司 雖然在自由辯論的時候 一直在打 但其實 我的一個印象是 正方同早 就已經在至少是 自由辯論管理之前 就連網民打說 你有貪官你就革命 你有貪官你就來這裡 那麼 世界上有什麼時候 我們是可以 可以討論體制內改革 這個公司 我很早就聽到 所以我這個仰入骨頭的 這個優勢 我覺得 只有在第一次提的時候 主編要提 或者你們又稍微延續 那初期有一點點 一點點 你們自己的東西 但是這個優勢沒有建議起來 所以我在我的印象是 這個優勢地方 正方優勢是觀測 是一直在觀測 這是我一個觀感上不同 其他之外沒有太多不同 那我來談談一張 這張編題 我對這種比賽的看法 我自己 以前也是別人遠大 然後也拜過別人對阿 我是最怕拿到這種 這個題目是概念題 或是一些文本的討論的題目 因為對我來講 最麻煩的地方是 我不曉得我要討論的是文學形象 還是討論歷史課題 首先是在文本上 我不確定我討論文本 是歷史的文本 還是文學的文本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之後我又不確定說 我這個提問方式 它是局限在文本內部的理論來討論 我們從文學創作來講 這個不管是說唱也 就是作者 他安排這個結局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是在討論嗎 好像不是 那如果我們不這樣討論的話 我們放去歷史 那我們真能夠環遊歷史嗎 人這個歷史討論有利益嗎 又或者是 如果我們不要這樣 不要這麼舉行 我們外方面 比如說房間裡有提到錯 就是競選馬來西亞 要很著名抗爭 一個非政府組織 是不是應該接受國政找編 或選委會找編 進去裡面加入體制 改變體制 還是被體制改變 就是在馬來西亞 一個很著名的討論 就是加入國政 加入馬華 加入民政 改變它還是非常的改變 就是一個在馬來西亞 一個討論 我們只能有一個這樣的討論 但如果你不到那裡去的話 它很有可能 你會懂的是微信 它會選空標整個變體 整個變體的背景 所以如何在這兩者之間 既能夠守得住文本 但又不要太脫線 完全脫線 怎樣打連到尺度 往往是射這種變體 吹這種變體很麻煩 而我是很不擅長 那今天我們看見 雙方怎麼樣討論 我覺得今天 反方是其實 因為你們要談一個 是一個 不按照原主劇本 你們想要去討論 它另外一種可能性 所以你們討論是比較跳線的 這一點都不意外 但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你們並沒有針對 兩三國 接不接受詐 這個情境 你們沒有做太多的狂兵 你們首先沒有定性 誰是兩三好看 他們是一批怎麼樣的人 然後結在那個局勢底下 你們不要狂兵的是 那個局勢是一個 不應該被找 被找接受詐的局勢 而理由是 那是有很多貪官 你們的狂兵 就只有這樣而已 相反 正方的狂兵很豐富 他一早跟你講 這片就是無口之中 然後這批 這批人就是三賊 然後他們缺乏很好的理念 在很多條例上 他們一開始就適合談得很好 然後他們方法是 用很多文本裡面的討論 來去匡定他 但他不希望這討論 偏離他們原本的原著 一般吧 他為原著劇情 正統劇情的一方 應該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看法是說 今天在整個開局上來講 我會不會覺得反方 沒有寬好那個情境 變成之後你們很難發揮 你們在方法上沒有去捍衛說 等一下我要跳脫援助的時候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跳脫 你們在方法 在主編稿上 沒有捍衛這個方法 就會造成說 你們發現後來討論 基本上是正方 排山到海的公司 他們能夠建立替代政權嗎 他們能夠在涼山上面 自給自足嗎 他們能嗎 不能嗎 他就是這樣子來供應 供應 然後你們沒有辦法提供很流行的 回應 所以那整體那個局 對我而講 我的印象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在這樣的開局 基本上就 我覺得只要正方發揮得體 我想應該就沒有 就不會太有太多懸念 我整體的那個理解是這樣子 所以 就是為什麼 後來反方 你們要開展一些 比如說 你們今天的方向是兩點 我大體是這樣 第一點是說 你們嘗試去論這種大我 第二點是小我 小我是說 從這些人的利益來講 你不應該把一批人 幫成了烈士 當他們套戶一樣的 送一朝廷裡面給貪官 欺負這樣子 但你們當最方 一直跟你問你們說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有 你們是不是應該 你們是不是能夠回來 個問題 是不是有貪官 你們就不應該交到體制 然後你們在這個世界上 哪怕能夠舉出一個 能夠接受招案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 反而 有些事變 在事變 逼得很緊 我覺得你們沒有辦法 回到這一點 然後我也是覺得 所以我是想說 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你們可能沒有考慮到說 你們應該講 诶 招案不是不好 比如說像誰誰誰 接受招案這樣 那就好 但是我這個案例 和那個案例不同 所以不應該接受招案 所以不應該接受招案 我覺得整體那個方式 沒有說很清楚 OK 然後呢 對於正反而我的意見 對正反而我的意見 是這樣子 我覺得 你們太早就把你們的劇本 晃出來的 我覺得他們 不贊成我為講的 他們反而並不全然是要講革命 你們一早就按照一個二元框架 是改革還是革命的論證 OK 改革與革命 那我覺得他們未必是要講革命 也未必是要這樣改革他們 本來的那意思 可能只是一種消極的理堂而已 我覺得你們 以你們的能力 你們大可以 大可以去選 問他們 你們是要抵抗還是革命 還是要怎樣 然後過後你就慢慢把他們的東西詮釋過去 因為呢 他們可能 並不熟悉改革與革命的兩個框架 他們可能不熟悉這個框架 所以你要引導他 那最後 當然在 你們會注意到 在初期的交通 他們所使用的字眼都是 我們要反啊 我們要反 但是反它是一個 比較空泛的遲早 怎麼反 都可以是 怎麼反 它可以有很多種形式 所以我覺得 以你們的能力 你們大可以去 進一步的去 不用那麼簡單粗暴 不用這麼一開 筆章的就把 把那些女的劇本斷出來 真的 真的不需要這麼明顯 可以更加不露衡 更加漂亮的 這是我覺得你們可以做到 另外一點是 你們有 我覺得你們也 雖然你沒有質疑他們 什麼情況可以接受招 歷史上也好 我覺得你們沒有 如果你們能夠更早一點 討論說 梁山好看接受招 它其實符合某次 成功了 早安的這樣一個狀況 你們如果有這樣 材料的話 更早點打出來 我覺得會更加順利 我覺得以你們能力 可能可以做到 以後 如果打 這類似的題目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緊張參考 OK 所以 大體上我一些補充 是這樣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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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謝謝